政府在今天早上收到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的一個書面通知 由於注意到它的批號為210、102的復必泰疫苗 在它的藥瓶的封蓋有關的有些包裝的狹窄 所以Beyond Tech和復星醫藥就著有關它們包裝狹窄的問題 是要進行調查的 因為謹慎起見現階段在調查期間是需要暫停接種的 到目前為止其實Beyond Tech和復星醫藥 是沒有發現任何的理由是認為產品安全是有風險 然而因為謹慎起見在調查期間都是必須暫停接種 這個批號為210、102的疫苗產品 直至到調查結果是結束的 至於本港 我們其實都有另外一批的批號為210、104的疫苗產品 都是要進行封存的 暫時也都是不會接種 這個都是一些預防性的措施 也都是指在確保疫苗的接種安全 當然鑑於香港是引進 復必泰疫苗是屬於上述的批次 所以各個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即日起 暫停接種復必泰疫苗 直至到另行通知 今天起已經是預約了接種復必泰的人士 我們無需要去到接種中心去接種 當然我們都是很關注這個事件 所以衛生署已經跟復星實業香港有限公司 現在都是舉行著一個緊急的會議 去進一步了解 以及跟進整體那件事 的疫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